当你们做完每一个更改的时候呢 请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 在你们的萤幕右上角呢 是有一个publish button的 你们必须要按这个publish button之后呢 看到store publish success 才代表着你刚才所做的一系列的更改呢 一系列的操作呢 才会反映在你们的网店里面 如果你们不知道要怎样edit你们的网店啊 今天要怎样设计你们的网店 你们其实可以去这几个网店 这几个我们的这一个平台 他们的网店看 像Wingichi它最主打的是 health and beauty products 就是健康一门的产品 然后它是以粉色系来 就是来让大家知道 我的网店呢 我的性格呢 就是比较柔柔的这一种 我们来看下一个 像theadrostheadros它卖的东西是更 更倾向于服装 然后theadros它彰显它自己个性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用大地色跟暗色系来彰显自己的性格 所以你们在这两个 这两个平台 这两个网店你们就会看到讲说 当你的性格不一样 当你卖的产品不一样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你们的网店 不同的颜色来呈现你们的网店 好 现在我要share两个video给大家看 第一个video呢 是告诉大家 你们的顾客呢 要如何在你们的网店 register as a buyer 就是register as你们的顾客 怎么跟你们解释这个概念呢 就好像你们今天要在Sephora买东西 Sephora这个平台 这个网店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平台 在Sephora里面 所以当你要在Sephora买东西 你就需要注册一个 一个register account 同样的今天你的顾客 要在你的网店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也需要register一个account 这是第一个video 第二个video 我等一下share给你们看的呢 会告诉你们 你们的顾客要如何下单 然后如何还钱 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平台 是可以让你的顾客还钱的 ok 所以这是两个想要share给大家看的video 对 这是第一个video啊 我们来看第二个video 请您订阅一下 订阅你的费원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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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的费划 记住了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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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want to may be entitled to click on select voucher select the pre-displayed vouchers or if you have any special code voucher please enter on the search bar on the top right all applicable vouchers will enable you to click it and a blue tick will appear then please click apply once done please click continue with payment click pay now then you will be routed to your payment gateway to enter your payment details